妹妹发了一条短信让她大吃一惊 她上门找妹妹 不料妹妹已不知去向 难道妹妹因为失手杀人 为罪潜逃了吗 这时妹妹的男友突然出现了 这是怎么回事 妹妹失踪之后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吴杰是一家酒店的经理 和父母一同住在南方的某城市 自己有一个妹妹叫吴湘 在临近的城市工作 一家人生活虽然平淡 但也温馨和睦 可让吴杰万万没想到的是 2015年11月的一天 吴杰像往常一样准备下班的时候 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 让她惊掉下巴的短信 爸爸妈妈姐姐 我对不起你们 我前几天不小心把小刘推到河里淹死了 你们不用找我 等我处理好我的事 我会去自首的 发界人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的亲妹妹吴湘 而妹妹口中的小刘 不就是妹妹现在 已经交往了一段时间的男朋友 叫刘刚的男孩子吗 吴杰看完妹妹发来的短信后 马上回拨电话过去 但是电话那头啊 已经关机了 接着再怎么打 也打不通了 妹妹吴湘 其实刚从大学毕业 参加工作不久 从小到大 一直是善良乖巧 性格也胆小 杀鸡都不敢 怎么会杀人呢 吴杰也见过妹妹的男朋友刘刚 两个人看起来感情很好 如胶似漆 整天腻在一块 两个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如今 吴湘却说自己失手杀死的男朋友 吴杰是说什么也不能相信的 妹妹吴湘和她的男朋友小刘 精进发生了什么事 她是否真的杀了人 这些事情会不会另有隐情呢 吴杰让自己冷静下来 慢慢地回想 这一个月以来发生的事情 她才意识到啊 妹妹最近确实不对劲 往日吴湘是非常粘人的 而这段时间呢 像变了一个人 吴湘之前每个周末 都要给家里打电话 汇报这一周的工作啊 生活啊 可是这一个多月以来啊 家里就没有怎么收过吴湘的电话了 而打给她的电话呢 要么就是打不通 要么就被挂断 每次问吴湘在做什么 她都回复工作忙 没时间 家里人呢 也没有太放在心上 毕竟嘛 吴湘刚刚参加工作不久 忙也是正常的 可就在上个月 父亲生病住院 这么大的事 吴湘也没有回家 别说回家了 电话最后也没有打一个 父亲还因此啊 很生气 吴洁思来想去 也想不通妹妹吴湘到底是怎么了 从小为人做事 向来都很懂事的妹妹 就这几个月 怎么就兴起打电了 姐姐 难不成真出了什么事 越想越担心的吴姐 决定去找妹妹吴湘 问个究竟 当天全家人开车 赶往吴湘的住处 联系到房东以后 把门打开 一开门呢 扑面而来的是一阵灰尘 屋子里面是空空荡荡 厨房里堆积着几个 用过的碗碟也没有洗 已经发霉了 阳台上晒的衣服 也没有来得及收 被风吹的是七零八落 去问房东 房东却说啊 吴湘的租金一直都有按时交 而且已经交到了下个月 他对屋子里面的情况 也不了解 第二天 吴家人赶到了吴湘的工作单位 却被吴湘的同事告知啊 吴湘从上个月底 就没有来上班了 上个月 他在微信里面 向领导请了几天病假 可是病假过去之后 他也没有回来 人不见 也不向领导汇报 领导啊 正打算炒掉他呢 吴家人终于意识到 原来吴湘真的已经失踪好久了 吴湘真的是杀人潜逃了 吴家人始终无法相信这个答案 但如果不是畏罪潜逃 为什么这一个月 不见到吴湘的踪影呢 吴家人越想越不明白啊 可能当务之急 只有找到吴湘 才能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吴家人努力找遍了所有吴湘可能会去的地方 但都没有吴湘的消息 吴湘的同事啊 还告诉吴家人 吴湘前段时间来上班的时候啊 经常是双眼红肿 眼泪汪汪的 感觉看起来心事重重 而问他呢 他又不说 吴杰一家人带着满心的担忧与困惑 不得已只能向警方报案 就在警方和吴家人 一同全力搜寻吴湘踪迹的时候 吴杰接到了吴湘朋友的电话 说在市里的一间酒吧 偶然撞见了吴湘的男朋友小刘 小刘 小刘不是死了吗 如果小刘没死 那么吴湘就没有杀人呢 这一消息让吴家人大松了一口气 吴杰立马将妹妹男友小刘没有死的消息 告诉了警方 随后吴杰又开始担心起妹妹吴湘的下落 妹妹吴湘的失踪是他自己故意躲起来的 这时警方找到了妹妹的男友小刘 那么小刘会知道妹妹吴湘的下落吗 当问到小刘吴湘的失踪 他是否知情时 小刘先是表示很惊讶 愣了一阵 随后竟然哭了起来 根据小刘的描述 上个月他和吴湘确实因琐事发生了争执 两个人在江边大吵了一架 拉扯期间吴湘失手将小刘推下了河 索性路过的好心人把小刘给救了上来 但是救上来之后 小刘怎么样也找不到吴湘了 联系不上吴湘 小刘担心他会做什么傻事 所以请了假到处去找他 结果也是找遍了所有吴湘可能去的地方 就是找不到人 他怀疑吴湘是害怕面对自己闯的祸 所以躲了起来 那么事实果真如小刘所说的这样吗 警方介入很快找到妹妹吴湘的手机 妹妹男友也找到了一个关于妹妹吴湘的线索 妹妹吴湘能否被找到 这是一具女尸的出现 让这起失踪案件变成了一起凶杀案 到底谁杀死了吴湘 妹妹失踪之后正在播出 警方调取了吴湘的身份信息 发现近几个月以来 他并没有称作任何的公共交通工具 离开这个城市 但找不到吴湘始终不是个办法 警方没有追索到有价值的线索 案件一时陷入了僵局 而就在这个时候 警方通过技术手段定位 发现了吴湘手机的信号 根据信号最终 赶到现场的警方发现 手机是在一个废弃的工地的角落 手机里面所有的信息数据 通通都已经被刷掉了 吴湘依旧是不知所踪 如果真相小刘所说 吴湘是畏罪潜逃 可他为什么要给家人发短信呢 如果吴湘真的想要自首 那么为何一个多月过去 他又迟迟不肯露面呢 警方意识到 事情绝对不像小刘说的那么简单 正当警方全力展开调查之际 小刘拿着一封遗书 慌慌张张地找到了吴家 小刘跟吴杰说 他回到两个人租住的出租屋 想要找找看 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的线索 意外地在房间的角落里 发现了这封遗书 所以赶紧拿来给他们看 吴家人急忙打开遗书一看 只见遗书上歪歪扭扭地 写着几句话 因为自己发潮啊 很多字看不清了 只能看清 不想活了 对不起父母之类的话 小刘伤心地说啊 吴湘这段时间以来 就是工作压力太大了 心情一直都不太好 自己呢 虽然一直安慰 可是他都听不进去 再加上 吴湘可能以为 自己真害死了小刘 所以才走上了这条绝路 想来想去 都怪自己没有好好关心他 就在吴家人 一筹莫展的时候 派出所接到了群众的举报 称郊区一个湖面 浮起了一具女尸 警方接到报案后赶到现场 经过调查发现呢 这具吴明女尸的体貌特征 与失踪已久的吴湘 十分接近 警方立即通知了吴杰 进行辨认 看到尸体上的那个手链 我当场就知道 那就是我妹妹 吴杰气不成声地跟警察说 最终通过DN比对 结果显示 这具已经面目全非的 吴明女尸正是吴湘 这一结果啊 让吴家人上下几乎崩溃了 吴杰的父母年事已高 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 双双住进了医院 而吴杰呢 只能强忍着悲痛 一边协助警方调查 一边照料伤心欲绝的二老 吴杰独自一人 站在曾经与妹妹吴湘 一起玩的地方发呆 姐姐 她没有想到 妹妹吴湘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就这样匆匆结束 她再也听不到 妹妹吴湘叫她一声姐姐了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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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妹妹写的那份遗书 吴杰无法接受妹妹自杀的事实 这时吴杰做了一个决定 吴杰把小刘拿来的遗书交给了警方 警方通过笔记鉴定 确定遗书上的字迹根本不属于吴湘 与此同时 法医对吴湘的身体进行了解剖 发现他的死亡时间约在上月月底 死亡原因是由于外力造成的机械性窒息 换句话说 吴湘生前曾经遭受过严重的暴力行为 吴湘并非死于自杀 警方询问了与吴湘关系密切的几个人 又通过对现有证据的梳理 传唤了多名证人 发现案发前夕 吴湘和小刘的感情好像出了问题 频繁的争吵 再结合小刘在案发后 确实也失踪了一段时间 警方认为小刘具有重大的作案协议 最终警方拘留了小刘 面对警方的多番质询 在此之前 一直坚称自己对吴湘失踪毫不知情的小刘 终于在事实面前低下了头 承认是自己杀死了吴湘 妹妹吴湘的死竟是男友小刘所为 妹妹吴湘和男友小刘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男友小刘究竟为何要对心爱的女友下毒手 这桩男友杀死女友的案件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吴湘和小刘是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双方互相有好感 很快就发展成了男女朋友关系 和许多情侣一样 他们一起合租了一套房子 过上了同居的生活 他们说好啊 要在这座城市努力打拼 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两个人呢 还一起开设了一个账户 约定每个月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工资一部分存进去 作为两个人以后的结婚基金 可是就在吴湘对未来的生活装满了憧憬和期待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 打破了吴湘对未来的幻想 就在几个月前 吴湘偶尔发现两个人的共同账户里面的钱 竟然所剩无几了 吴湘吓了一跳 以为卡里的钱被人盗刷了 赶紧联系银行去查流水 这一查才发现 原来小刘不仅好几个月没有往里面存钱了 甚至还多次把卡里的钱给陆陆续续取完了 吴湘实在想不通啊 小刘为什么要这样做 两个人的生活开支本来就不大 除了房租 没什么特别花钱的地方 究竟是什么事情 要让小刘用到这么多钱呢 当天心急如焚的吴湘 把银行流水拿到了小刘面前 想要问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小刘看到吴湘拿出来的银行流水愣住了 一会儿说啊 自己取钱是借给朋友应急的 因为怕吴湘不同意啊 就没有告诉他 过了一会儿又说呢 这钱啊本来就是用于还债的 大学啊欠了很多钱 现在慢慢的还 可是每当吴湘进一步追问的时候 小刘却总是支支吾吾的 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后来看事情实在是隐瞒不下去了 小刘啊 这才对吴湘说出了实情 原来啊 年初的时候 小刘所在的工作单位在裁员 而小刘呢 学历一般 十分焦虑 每天都处于失业的恐惧之中 下班呢 经常和朋友去酒吧喝酒解闷 这天小刘还和往常一样 来到酒吧喝酒 就是一个新认识的朋友 拿出一个新玩意儿 说可以帮助他消除一切烦恼 有些心动的小刘就接过了这个新玩意儿 没想到正是这个新玩意儿让他上了阴 的确 就像那个人所说啊 小刘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愉悦与满足 工作上的反导一扫而空 但是小刘却高估了自己的意志力 最开始他只打算尝试一次 但是到后来 每当他觉得压力大 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会怀念吸完毒那种感觉 那种醉生梦死飘飘欲仙的感觉 就这样 有了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小刘彻底染上了毒瘾 刚开始呢 开销还不大 自己的工资啊 还足够应付 但是后来 小刘的毒瘾越来越大 越来越频繁 过去免费给他送毒品的好哥们 转眼变成了嬉戏的毒贩 渐渐的 高昂的毒资让小刘开始入不敷出 才才打起了 跟吴湘一起存的结婚基金的主意 吴湘没有想到 眼前朝夕相处的男友 竟然已经深染毒瘾 无法自拔 而自己却毫无察觉 难以接受的吴湘提出了分手 但是小刘却跪在吴湘的面前 再三保证会戒掉毒品 哀求吴湘能够多给他一次机会 看着眼前痛哭流涕的男友 吴湘心也软了 他想起两个人甜蜜的时光 小刘对自己许下过的诺言 他相信小刘会为了他 能够戒掉毒瘾 他决定再给小刘一次机会 小刘也确实像自己承诺的那样 每天下班早早回家 煮饭打理家务 不再留恋于酒吧夜店 对吴湘也像热恋之处一样 是嘘寒问暖 关怀备至 就在吴湘以为自己心爱的男友 已经改过自新知识 现实却再一次让他失望 吴湘接到一通电话后 得知男友另一个秘密 心灰意冷的吴湘再一次 跟男友提出了分手 拿成想 这对情侣当天晚上就出了事 妹妹失踪之后 正在活出 一天上午 吴湘正在家里准备午餐 突然听到小刘的手机响了起来 这一大早上会是谁呢 吴湘想着 拿过手机一看 发现是小刘的好朋友张强 担心张强有什么急事啊 吴湘就把他接了起来 两个人先是一阵寒暄 最后张强说明了电话的来意 原来啊 小刘最近告诉张强 自己开车出了车祸 需要五千块钱动手术 张强借完钱以后 担心自己的好朋友的健康 便打来电话 问问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 吴湘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 胡乱唐塞一番后挂断了电话 吴湘看着眼前呼呼大睡的枕边人 只觉得自己浑身发冷 不知道小刘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隐瞒着自己 吴湘打开小刘的微信 被眼前看到的一幕幕惊呆了 小刘微信上几乎所有的联络人 都被他联络了个遍 干嘛呢 解钱 理由简直是五花八门呢 一会儿说自己做生意需要周转 一会儿说自己要结婚了 买房子筹钱 甚至还说自己生了重病 需要钱来治疗 吴湘不用问也知道 这么多笔的借款 这么大笔的钱 小刘拿他去干了什么 看着自己曾经熟悉的爱人 吴湘此刻觉得他是如此的陌生 吴湘明白 小刘已经越陷越深 再也回不了头了 自己就是给他再多的机会 也是徒劳 他所幻想的未来 早在小刘第一次沾上毒品的那天 就破灭了 心灰意冷的吴湘 再一次向小刘提出了分手 小刘原本还想解释什么 但是吴湘说 你借钱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你什么都不要再说了 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再信了 你欠我的钱我也不用你还 只是今后请你好自为之吧 这一次 虽然小刘还想顾忌从事 在吴湘面前是千恳求万保证 又是下跪又是发毒事 但是吴湘态度十分坚决 小刘一看怎么都说不动了 便气呼呼地丢下一句话 反正我是绝对不和你分手 说完摔门而去 男友的再次欺骗 让吴湘彻底死了心 这一次 吴湘下定决心 再也不会相信男友了 随后心灰意冷的 吴湘准备离开 和男友同住的房子 可谁承想 这对恋人当天晚上就出了事 而案发当晚 小刘先是在酒吧 把自己喝得大醉 甚至酒后还在酒吧闹事 被老板赶了出来 小刘回到两个人的出租屋后 刚好撞见正要离开的吴湘 小刘一看吴湘拎着行李 再看屋里 已经没有吴湘的东西了 顿时火冒三丈 一把拉过吴湘 不准他走 吴湘对小刘已经彻底失望了 他叫小刘放开他 并大声说 自己是一秒钟 都不愿意跟他多待 小刘一听怒不可遏 抬手给了吴湘一巴掌 小刘想着自己 已经欠了一身债 而明知欠债 女友竟然还离他而去 越想越觉得人生无趣 借着酒精的劲 他将怒气 发泄在了吴湘的身上 对着吴湘 先是一阵拳打脚踢 最后觉得这样不解气 一怒之下 竟然死死地掐出了吴湘的脖子 直到吴湘一动不动 小刘这才怀过神来 他发现吴湘已经没有了呼吸 他的酒啊 顿时也吓醒了一大半 拿起手机刚想不打120 可是转念一想 如果医院的人来了 他自己该怎么解释呢 如果吴湘真的被自己杀死了 那下半辈子 自己是不是要在监狱里过了 自己还很年轻 钱还可以再赚 女朋友还可以再找 绝对不能让别人 发现自己这件事 趁着夜色 将吴湘的尸体 转移到了车上 随后开着车 往郊区驶去 他在郊区来回转了好几圈 终于下定决心 在一个湖边 处理掉了吴湘的尸体 回到出租屋后 小刘彻底清洗了现场 将值钱的东西 分批的也卖掉折线 为了防止事情败露 小刘向房东 提前交了三个月的租金 又拿起吴湘的手机 冒充吴湘向单位请假 给他家人联系 但是小刘也知道啊 这种事脱是脱不了多久的 吴湘的失踪 总有一天会被发现 于是他又编造了一套 吴湘失手 把他推下河的谎言 企图以此伪造出 吴湘的失踪是畏罪潜逃 可是后来随着案件的进展 小刘担心吴湘的尸体 迟早会被人发现 他又自作聪明地 伪造了一封吴湘的遗书 想要让吴湘的家人以为啊 吴湘确实是畏罪自杀身亡 至此 这桩离奇的案件终于告破 但小刘却一直诡辩 说杀死吴湘并非出于本意 他还爱着吴湘 自己啊实在是在醉酒的状态下 不能自已失手将吴湘掐死的 当时自己意识非常不清醒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因此啊 自己不能算是故意杀人 请求呢 从轻处罚 那么对于小刘所说的这种情况 我国刑法是如何规定的呢 这就涉及到了我们今天的法律关键词 醉酒人的刑事责任能力 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 生理性醉酒的行为人具有责任能力 首先在醉酒状态下 行为人并没有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只是啊 有某种程度的减弱 其次醉酒是醉酒者自己饮酒造成的 并非不可避免 行为人在醉酒以前应当预见 或者认识到自己在醉酒以后 有可能会实施某种危害行为 本案中即使小刘是因为自己喝醉了酒而杀的人 但作为成年人在喝酒前应当预见到 自己在醉酒后可能发生某些危害行为 而他对其放任使自己陷入了醉酒状态 那么他当然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很显然他为自己的所做的辩解不能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 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最终小刘因犯故意杀人罪 被法院罪罪 九分之后 会不仅是最终小刘因此 他可能会不仅是床区 他可能会不仅是床区 也可能会不仅是床区 同案中是床区 您的桑州 如果下有多小刘 你再但是 你再说 那是床区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